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18岁的小叶 徘徊在家门口的一条热闹的街道上 车流与行人闪过 没有人注意这个伤心的女孩 深夜时分的999急救中心抢救势力 各位安静 刚刚接班的副主任王洪宇显得很轻松 即使是战场也总会出现片刻的宁静 但王洪宇知道 这绝不意味着抢救室的整个夜晚将会这样安静地度过 因为身边这座巨大的城市 一刻都不会停止运转 中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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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人现在深度魂蝶 通过三大 是一个中心车 大概十七万岁 一刻都带好 中心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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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连接七旬的神经外科主任陈克福 从睡梦中被叫醒 匆匆赶到了急救中心 救护车 医生把病情汇报的中心 汇报的中心 中心的急诊室 医生也跟我讲了 是一个18岁的高中生 她发病曾经到了一个医院 到了一个医院以后 没有条件做手术 是一个自发性脑数学 突发脑溢血的女孩 被送到抢救室 由于是从另一家医院辗转至此 发病时间已经整整过去了 两三个小时 我一看这孩子也不动了 瞳孔也放开了 就是这孩子出血量 七十四分之一 形成脑膳 说这个比较血案 从患者带来的CT片子 陈克福立即证实了 他此前的所有预判 这个叫小叶的孩子 在几个小时前 曾经因为和家里赌气 跑到街上 陈克福知道 马上进行开炉手术 或许还有一些希望 十分钟也就是处理 然后直接就退到这个手术室了 当时我到手术室的时候 我一看这个陈太太 穿着那个手术的衣服 就这样 在门头挡着呢 然后这孩子的车就退进去了 退进去好像我还签着字 签字说一实话 就是说就是生死 大夫也不敢保证 С亏死 听起来的 语言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经过检查,这个车祸的病人被确定没有生命危险 将伤口缝合之后,他会进入观察室留院观察 刚才那谁?老太查一下是吧 面对这个年轻的生命,陈克福加倍小心 他清除了炉内的出血 并且很快找到了畸形出血的毛细血管 但是,由于出血位置,位于大脑的枕部 已经造成了对视中树的压迫 这毫无疑问将会对患者产生影响 对于一个正直学习年龄的女孩来说 这是一个残酷的事实 陈克福首先考虑的是将这个女孩救活 其次,她要最大限度地保证她能够拥有正常的事 与此同时,在999急救中心的手术室里 一场艰苦的少数即将开始 这是一个25岁的男性病人 在车祸当中造成了全身16处的骨折 999急救车把她拉到我们医院来的是比较紧实 如果是来得晚了,后果不堪设想 尽管我们医院是交通找尸的病人 交通床上的病人很多 但是这么严重的床上也并不是特别常见 也就是说除了她的左侧的上肢和脊柱之外 右上肢 骨盆和两条腿 都多处发生骨折 并且这个骨折是开放性和粉碎性的 所谓粉碎性的骨折就是有多块的 一块骨头发生多块骨折 那么所谓开放性的骨折呢 实际骨折的同时呢 骨折短短已经穿透了肌肉皮肤 穿透和外界已经相通了 但是不管这么说 那么别人只要到我们医院 我们就争分多秒地进行强调 因为我们强调的是有一个所谓的黄金一小时的这个概念 也就是说病人到我们医院之后 我们一般的会在一个小时之内 将他送入手术室进行手术 因为理论上将在这一个小时啊 正是强调他生命的最佳的时期 那么这个病人我们就是这样做的 就马上进入手术室 做了对伤口做了风和支血 对骨折做了初步的固定 然后在这个同时呢 又输血鼠液 纠正了他的休克 使他的血压和心力 达到了正常的范围之内 一个担心自己生化了 和癌症的中年人 试图以自杀结束生命 伤口深吗 多长时间了 您今年多大岁数啊 52啊 来 我动一下稍微有点疼可能 来 大拇哥翘一下 这样我上条 对 我上条 实劲 这手指的伸直 伸直 伸直使劲伸 握拳 握拳 握 我跟你说啊 我给你查清楚了啊 看有没有断的一键 来 这个手指回勾一下 勾 这个 这个 肌肩问题不大 有点疼啊 我看一下伤口 问题不大 你批下 完了 包上 包上一会儿进厨室 清烧风河 这边给扎个点滴 你也到外边等一下 10号 最10号 是刚才那个小口罩 请您报告怎么办 没 没给啊 没出报告 一篇子 晚上晚上不出报告 这个他自己滑的 喝味儿 他说找您的 有车吗 外边 看你拉一车 怎么伤的呀 先坐这儿 应该是磕 重吗 现在看伤口不是很大 应该没大事儿在吧 总在咱查查啊 您先去给他挂一号吧 出门往右 二楼收费处 对 躺着 隔壁上二楼 躺着 我看伤口大不大 伤口挺顿的 这是 咱们单位掏入所那儿 那铁门回过来 直接拍到哪儿上 这样伤口不是很深 但是需要缝几针 缝几针 大概五六针 关停 包括颅骨 给它开单子 这个缝的话也就 钱点人好吗 对对对 局部打点麻药 那这就是 可以感动的 做了 什么 特别的 没钱 可以 解决 没钱 有时候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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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自己骑自行车 完了是别的车从后边给你撞了 还是从边上给你兜了呀 在工地上出的事是吗 钓一下 从这边 钓一下 从这边 在属地儿 钓一下 钓一下 历青吧那是 他是工地的人吗 是工地的人 放好了啊 怎么上的 怎么上的 磕的是吧 多高颗颗的呀 记得起 记得起来吗 三四米 摔下了是踩空了还是怎么回事啊 头疼不疼 这疼吗 来 眼睛睁开睁开看能看东西清楚吗 清楚是吧 脖子疼不疼 胸部呢 也不疼 肚子疼不疼 后背跟腰呢 也不疼 这儿疼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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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儿疼是吧 把这点地给拔了吧 这儿疼不疼 这儿疼吗 这儿呢 有点麻 这儿疼是吧 参差样改变双手 这儿疼不疼 大腿呢 下肢没问题是吧 脚脖子也不疼 头 矿骨 头颅矿骨 完了双侧的齿腰骨包腕 胸偏 把精神记录什么打出来 一会儿按住院走 从第一个病人到来 直到现在 抢救室里的王鸿鱼 一刻也没能想象 不到两个小时 他已经接了二十几个病人 肩膀呢 骑得不快您是吧 都不快 他也不快 那这双全都疼 这疼吗 这疼吗 不疼 不疼是吧 这儿呢 这大腿疼吗 这儿呢 我压得你了 没事儿是吧 这儿疼吗 这儿呢 往这边转 这边转 这边转 老太太感觉怎么样 那边转哪去啊 对 她其实带着我这 你也是这条腿是吧 走来看哪块疼 就从这儿 从这儿开始啊 这儿呢 这儿不疼 这一溜疼是吧 对 别的地儿有没有事儿 不疼没事儿 头 上肢没问题 是吧 他就是 上脚这个 对 对 做净肺骨 完了那个 那老爷子也是净肺骨 女孩小叶的开颅手术 进行得非常顺利 接下来只等她苏醒过来 病人 到我们急诊时 经过我们初步的检查 和准备工作 进手术时 只花费了二十多分钟时间 做手术 也证实了我的手术前的判断 就是一个血管机型破裂出血 造成一个颅内血腫 我们很顺利的 用了一个小时十分钟的时间 把手术顺利完成了 当然 术前也估计到 可能 会出血啊 或术中有出血的可能性 是吧 也跟家属交代了 但是我们手术还是很顺利的 因为那个血管机型 不是很大 是一个毛细血管流 破裂出血 血肿清除完了 顺便把那个血管流 摘除了 那天 那天在老婆家 然后 我写作业了那天下午 我妈非说我没写 说我铺一桌子摆样子呢 我就特生气她冤枉我 我特烦别人冤枉我 我就特生气 也没跟她说话 就自己憋着火来了可能 然后后来 就 后来就 我就说我回家 回自己家去 然后 然后我就 走到车站去了 然后我带姨去追我去 那挺晚的 一女孩儿怕我出危险嘛 然后 就给我 也不算拽 就掺着我 就给我走 就走回去了 那会儿我就没事了 自己也不生气 也不论什么 然后 就到楼底下 我就 我就往回走的路上 我头就有点儿就疼 就那个 从后往前的 就蹦蹦蹦的 一下一下子疼 然后 我也没觉得什么 别的地儿 没不舒服 然后就 走到楼底下 一层 刚进门 我就觉得我不舒服 就头特别晕 然后 我当时坐底 我说我不走了 我难受 我躺会儿 由于抓住了最后的时机 幸运的小叶 在发生脑伤之后 被医生从死神手中夺了回来 而且没有留下任何严重的后遗症 但是 那个惊心动魄的夜晚 却永远留在了别人的脑海中 对于她来说 那个晚上的记忆 永远是一片空白 对于做完手术之后 我就是 我现在就 就什么都不知道的感觉 就是说 他们说我住了那么久医院 我觉得我就住了一周 就最后一周我知道 我说过的话我都不记得 就那段时间 无论如何 一场噩梦 已经彻底结束了 对于她来说 这一切也许仅仅意味着 一彻底结束了 对于她来说 这一切也许仅仅意味着 一个不眠之夜 但对于伤者来说 却意味着生死的转折 云南青年李国兴在一场意外中 严重的回忍 绝望中的她 决定接受一项神奇的手术 作为中国第一例 一体延绵移植手术的接受者 李国兴能否恢复容貌 重新开始自己的人生 敬请收看纪录片 幻灭重生